细致的志强市民活动中心是最早发现的海沙屋 不过重建之路却是困难重重 当时一起招标的新长活动中心已经在月初标出去 不过志强活动中心却持续流标中 次数已经高达17次 所以议员张景豪在这次的咨询中也要求市府要增加经费 不要让活动中心一再的流标 那我也觉得很夸张 为什么新北市政府我们的招标程序都没有人要来标 那是什么问题 那个时候也跟你反映过说 是不是把他的资格也好 或是把他的经费增加 可是到现在还是有一家还没有标出去 我觉得这个你们应该要检讨一下 新仓的部分是已经标出去了 那志强的部分这一次又流标我也非常的重视 我昨天已经有马上就跟他们联系 我跟议员报告 简单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增加他的预算 增加他的经费 下一次不要再流标了 是我有请他报上来了 你们的行政能源不觉得烦吗 同样东西一直在标一直在流标 流标17次了 还是标不出去 问题出在哪里 在这次的咨询当中 议员张景豪就直接要求增加每一瓶的单价 否则再这么流标也不是办法 来到新兴路上的自强市民活动中心 整栋楼早在三年多前就进行封闭 就算后来拆了 重建工程却已再流标 最无奈的就是里长 因为这样也流标18次了 这个华东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老人 修正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这个有关单位 可以结局来 都给变一个预算 所以他说用什么方法 来加速我们这个活动中心 来扎自己来完成 那因为新兴级的招标 它的预算有增加 从11万提升到14万 所以他在第14的招标程序 有顺利的把它标出去 但是在自强里活动中心 比较可怜一点 他目前还是处于流标状态 已经17次了 现在就连当时一起招标的 新兴活动中心都标出去 自强里却还是流标 所以也请议员协助 希望能够比照新兴里增加经费 提高他每一瓶的单价 从11万到14万 然后让有一些厂商愿意来投标 不然如果他的资格 他的预算没有增加的状况下 他还是会继续流标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说 警察会来市政府来争取 除了在议会质询 也将持续争取 调高自强市民活动中心 重建经费 让附近里民能够有 更舒适安全的休闲活动空间 小陈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